哈喽,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下午茶小甜品 草莓巧克力蛋糕,味道浓郁,吃一口满满的巧克力味 准备两个耐烤碗,在表面抹上黄油备用 接下来把黄油巧克力各热水化开 化成液体状态,温控在40度左右 接下来把鸡蛋打散加入白糖 用电动打蛋器搅打到蓬松发白 出现纹路3秒不消失的状态 然后再把低筋面粉放进去,用橡皮刮刀翻拌均匀 接着再把少许面糊加到巧克力中 搅拌均匀后再反倒回面糊中 再次用橡皮刮刀翻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面糊就准备好了 再将面糊倒入之前准备好的碗中 烤箱预热,上下火150度 烤25分钟左右 烤好的蛋糕按视频的方法倒扣在盘子上 轻轻取出模具 然后在表面撒上糖粉装饰草莓 草莓巧克力蛋糕就完成了 下午茶必备